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在伺服器建置與管理裡面的DNS Server DNS Server最主要的作用是拿來把這個 網域名 這個我們比較容易記的這個網域名 比如說www.asia.edu.tw 然後跟IP之間做個對應 因為數字的話比較不容易記憶 所以要你背數字 它跟實際的伺服器之間的關係是比較 容易忘記的 所以在這個網域名跟IP之間 必須要有個轉換機制 就是我們知道的DNS Server 那在早期的 這個電腦上面 像我們上次的教訓影片裡面介紹的 這個NFS、NIS這些都可以用什麼 用這個hostname 來做 定義名字 那用這種方式就可以指定 每一台主機的名字是什麼 好 但是你把這個範圍 擴展一下 到全世界的話 那你會發現 hostname其實不容易管控 所以在Internet裡面 需要IP來做這個資料的傳遞 那可是呢 為了要方便記憶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個名字 Domain Name 那於是呢 就把這個早期的hostname 這個部分呢 跟IP做個對應 然後並且讓它來註冊 形成這個DNS Server 那DNS系統呢 它是一個分散式階層式的主機管理架構 那最早呢是在90年代 這個網路 開始熱門之後 那單一的這個檔案 ETC底下的host 沒辦法解決這個跨網連結的 這個定義名字 所以博克萊呢 他們就發 發展出了一套這個階層式的管理主機 名稱對應的IP系統 那這樣子的一個系統呢 它稱之為這個 Berkeley Internet Name Domain 那縮寫變成BIND 那我們 後面會講到的就是BIND 然後透過階層式的管控 它在維護上面呢是比較方便的 那所以目前呢是 這套系統呢是這個 網易名稱管理使用的這個最廣泛的 那DNS呢 透過DNS 你根本不需要去背 主機的IP 你只要把 Domain Name記好就好了 那Domain Name一般來講都是具有實質意義的 所以在記的時候也比較輕鬆協議一點 這個第一個 跟DNS有關的主機概念呢是 以這個主機名稱 跟領域名稱結合 那在我們的這個主機裡面 透過這樣子名稱的結合 稱之為 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 那這樣子的意思 比如說我在 整個組織裡面 在亞洲大學裡面有一台主機 它專門是提供網頁 服務的 然後這提供網頁服務的 網站呢 我們這台主機稱之為 TripleW 但是呢它是屬於亞洲大學的 所以它後面會再接上什麼 Asia.edu.tw 那這個就是它的Domain 那是在哪一個 網域底下的哪一台主機 所以結合起來 就是TripleW.Asia.edu.tw 那在這邊呢 各位看到的例子呢是用 Google當作例子啦 當然我們在台灣沒有一個Google.com的.tw 好 那 這個 這個主機呢 因為它在不同的 這個 網域名 底下 比如說不同的公司底下 當然就 都有可能 有一台TripleW的主機 所以透過網域名可以識別 它是哪一個 網域底下的 主機 這樣 好 所以這樣呢其實是可以很有效的去識別 它所在的這個位置 那這邊呢有一個 簡單的例子 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得出來它的這個TW 是代表在台灣 然後台灣底下 又可以分為有GOV 代表Government 政府機關 然後.edu 是 教育機構 .com 是Commercial 就是 商業 相關的 比如說公司行號這些 好 那在 Education來看的話 又可以分為像這個 Asia 亞洲大學 然後 教育 再來是CYUT或其他的 然後一樣在亞洲大學裡面可能有非常多的主機 包含 Mail server Web server 然後呢 自公器的主機都有 所以它就是一層一層階層 架構 分了 分類下來 好 那最上層的領域名稱呢 就是 GTLD 好 那.com.org 那最後面那個呢是代表國家 國馬 所以最後面的這個名字呢 是代表哪一個區域或國家 好那這邊有個簡表各位可以看一下 .com 代表公司企業 還有 一個航號 Org Education Government Net 這是通訊跟網路 那 Mail呢是 Military 的這個軍事 單位的 網域名 這個架構呢是蠻不錯的 好那 自己可不可以架這個TLD 因為呢你要架這個Domain Name Server的話 你必須要向上一層的ISP申請 Domain Name才可以 因為它是階層式的架構 所以你不能貿然的自己架了一個SERVER就宣稱說人家認識你 這是沒辦法的 因為這樣非常亂 所以在 現實情況底下通常就是你要 去申請一個Domain Name 那跟誰申請就跟你的上一層 比如說你在 在好像在學校裡面 那你要跟學校的 這個計算機中心呢去申請說你要有一個Domain Name 那學校許可了 那他就可以 給你一個Domain Name然後由他來管理這樣子的名稱對應 好所以像這個 最上層的在台灣最上層的那台主機呢必須要像Root 就是一點 去 註冊這樣子的一個 Domain Name DNS呢他是這個階層式的管理 所以 點TW他只記錄 點TW底下 下一層的這個主機而已 所以他就 不會去管 一樣是其他國家的 跟他無關 所以他 點TW並不會去管點這批 這個相關資料 所以點TW他管的是他的下一層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GOVEDU之類的這些主機 好所以 在 比如說 EDU.TW底下 他管的就是 Education底下還有哪一些 這個 機關 或者是這個 學校 那他就是 再 往下一層 所以 就會變成 在下一層的名字 在最前面 好那就這樣子授權的方式呢 最後給這個 Education.TW去管理 每一個上層的DNS伺服器呢 所記錄的資訊呢 都只有下一層主機的資訊而已 所以他在 詢問的時候他也是一層一層的去 去 搜尋 取得答案 那麼來看一下真正在查詢的時候的一個流程是怎麼樣 比如說你有一台 這個筆電 那你在查詢資料的時候呢 你發出查詢的需求 然後呢他透過DNS7 那就去查這個 他有沒有申請記錄 有 他去詢問然後找到TW 那TW回傳說有找到 然後TW底下他再去 往下解析 解析就會查到什麼 EDU 然後回傳 有他有查到這個名字然後再去查詢 這個EDU底下有沒有Asia 有查到Asia 然後他就回傳 Asia裡面有沒有TWW 有 OK那就回傳給他 然後經過查詢之後他就有這個紀錄 然後就去這台 主機上面 去做什麼 去 這個 讀取資料 就知道他IP是多少就可以抓取資料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來 他是一層一層去查詢的 好 那透過DNS查詢這個名稱主機的IP的流程 就如同剛剛的這個 畫面 跟各位說明 好所以他每一層都 透過據點這個符號來做下一層的這個查詢 好那主機名稱修改 只要跟自己上一層的管理自己 Dominion的主機 去修改就可以了 不需要通知其他 因為人家問也是來問他 所以他只要那邊登記的 有修正就可以了 好那DNS使用的POR是53號POR 那DNS通常用UDP來查比較快 就過去的經驗 各位知道TCP跟UDP的差別 UDP查的速度比較快 好那如果說 UDP那始終查不到完整的資訊 他才會再用TCP來查 所以 在開POR的時候我們必須要把53號POR的UDP 跟TCP同時開啟 好這樣才能夠正 正常運作 好那一個合法的DNS 要申請領域名的這個查詢授權 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伺服器 從這個據點 ROOT最 根本的去查 查到之後呢 去 申請授權 然後再往上 然後依序的你就去記錄 這樣子的一個資訊 往上的去記錄它 好那在 等一下 我們設定 主機的這個部分 伺服器的 設定上面 各位就會發現說 我們必須要 設定所謂的正解 跟反解 還有個Zone 那正解的意思就是 從主機名稱 名稱 去查 這個IP的動作 就叫正向解析 正向解析 就是從這個主機名字 查IP的 結果 反過來說 從IP 去查這個 主機名稱 這種要反向解析 所以不管呢正向解析 還是反向解析 每一個Domain 都有記錄 一個這樣子資訊的地方 我們稱之為一個 ROM 好那比如說以亞洲大學的DNS SERVER來看的話 他管的就是 ASIA.161.TW 這是他的 DNS 好那這底下有哪幾台主機呢 就是 透過他去 去查就可以了 所以你今天告訴他說我要查 TripleW.ASIA.ED.TW 那他可以 告訴你一個IP 這叫正向解析 好那反過來的 時候呢如果你去查說我要問120.108.140.8 這台主機 那他要去查出他的對應名字是什麼 這樣叫反向解析 好那每一台DOMAIN NAME SERVER呢他可以管理很多個 領域 你只要把 這些相關的資料 設定好 基本上就可以了 好那任何人呢都可以去 申請 這個 正向解析 DNS的架設權 只要 這個領域名呢沒有人 使用就可以去申請 那所以你要申請的時候你必須要去跟 國際的 Internic 去申請 那這個是要花錢的 各位可以上網去查查看 申請一個網域名要多少錢 好那 在台灣的話我們目前有個人網站你也可以去申請 那他的 後面的名字是 idv.tw individual.tw 好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也可以去申請一個屬於你個人的這個網域名字 那SOA那就是開始驗證的這個部分 Start of authority 就是從哪一台開始驗證 那NS這些符號呢是等一下我們在 這個設定檔裡面會用到的詞 各位可以先了解一下 那NS呢是代表name server 就是負責轉換的伺服器的 這個資訊 那後面要記錄的是DNS server的這個資料 那A代表address 所以他後面打的就會是IP OK 好那反向解析的設定呢 跟這個DNS反解種 之間的標誌呢 那反向解析呢要向 直屬的上層ISP 做申請 因為他 要去做一些記錄 他才會讓你去申 他才會讓你申請 那這個反向解析 各位在現在可能 感覺不太出來 他的差異 可是在往後我們介紹到 郵件伺服器的時候 各位就會覺得他很重要 因為郵件伺服器現在的設計是 我在做 收件的動作的時候 我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反向解析 如果反向解析 解析的出來代表這是有經過合法申請的一個 DOMAIN NAME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只有正向解析 可是沒有反向解析他信就不收了 那 Mail Server會這樣子設計的主要原因是過去 沒有這樣機制的情況底下 垃圾郵件實在是太多 垃圾郵件太多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 所以現在的 很多郵件主機他要收信 收信之前都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反向解析這個 IP對應到的DOMAIN NAME是否存在 因為他是要跟直屬的 這個ISP去申請 如果申請到才有 那代表說 你這個IP 你這個DOMAIN NAME跟IP是真的 不是假照的 這樣 好 那反向解析的ROM呢 必須要記錄一些資訊 除了這個NS之外 以及SOA 還有就是什麼 PTR PTR的主要作用是POINT 指向誰的意思 所以他上面記錄的就會是反向解析到哪一台 這個 主機 做這樣的一個名稱對應 那每一台DIS SERVER呢都有正向解析的ROM HIN 好那HIN 這個ROM呢還蠻重要的 因為他最主要的作用是 當你查不到的時候 你可能就要往上 往上去 尋找 那往上尋找去找誰呢 就是我們據點這個ROOT的 這個ROM去找 那這個就定義在我們的HIN 裡面 讓他知道去找誰詢問這樣的資訊 所以一個簡單的 DIS SERVER設定呢 至少要有兩個ROM才可以 一個呢是HIN 當你不知道 當你自己查不到資料的時候你要往上查是要找誰 那另外一個是跟 關於自己 所 管理的這個範圍內 相關的資訊 這個 這個正解的ROM 好所以要包含這兩個 那一個是 這個 INT ROOT的這個ROM 另外一個是 你自己管理的 好那從剛剛的介紹我們大概知道就是DNS可以做正向解析反向解析 然後還可以協助很多事情 但是呢如果說這台主機被打掛了 被駭客攻擊或其他原因比如說 天災人禍 這台主機暫時無法服務 這時候所有的解析動作就會失敗 就無法連線 所以 伺服器都還活著 可是你卻解析不到他的所在 我就無法連線 那形成是斷網的這個情況 所以為了避免這樣的情況 就會形成說我必須要多台 DNS SERVER來服務 那在這麼多台裡面 誰是主 誰是蟲 就很重要 區域裡面的DNS 因為我們為了要 這個避免 這個單一DNS 掛掉 造成無法連通的這個 無法解析的這個狀況 所以 我們有多台的這個伺服器來服務 而且內容是一模一樣的 那有點像是備員的概念 那所以資料要同步 資料 才不會說 有所差 所以就會形成有 Master跟Slave的一個架構 主要的伺服器跟這個次要的伺服器 主要的伺服器 裡面 你如果今天 有這個 有人註冊新的DOMAIN NAME 那你在這邊 你在主伺服器上面 動手去修改他 修改完之後 再重新去抓取他的服務 就可以 維持這個資料庫是最新的 所以在架設的時候 通常是去 這個DNS的部分 去指定資料庫的類型 那這樣子可以讓他的這個 管理的資料庫的內容 Slave之間的這個 要一致 Slave的話通常 不會只有一部 那 你可能就是總共有三部 那一台 主要的Master 那兩台Slave 好那你有這三台 這個DOMAIN NAME SERVER來管理的時候 那每一台的資料都要一致 所以呢就 會做這個 做新增 修改刪除的這個動作 好那一筆動作呢 要做三次 這樣子呢 就會很麻煩 所以呢 透過資料庫的同步 就可以得到一個 不錯的這個 資料同步化的一個效果 那怎麼樣做同步化呢 有一種呢 是由Master主動告知 就是我的資料有移動的時候 主動告知這個Slave 去修改 他們資料庫的內容 所以資料庫呢就可以 按照 Master的這個資料呢 去做 修正 那另外一個呢 是由Slave主動提出要求 那他可能就是定期 向Master詢問 資料庫的需號是不是一致 如果說Slave的需號比較舊 數字比較少 而Master的這個需號比較多 那他就會把這個 資料呢抓回來重新更新過 那如果都是一樣的話 代表資料沒有更新 這樣 序號一致就不需要更新 這樣可以 達到資料的同步化 所以有這兩個機制可以做 好那DNS Server的軟體跟種類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架設DNS Server的時候 所需要的軟體呢 就是Bind 我們剛剛講的Berkeley 伯克萊的這個 所開發的軟體有BIND 好那你用DNF install就可以安裝了 安裝完之後 Bind的設定檔 在ETC底下 有個 這個NAMED .config檔 主要設定檔 然後呢除了這個設定檔要設定之外 在設定檔裡面還要指向 兩個 這個資料庫的設定檔在什麼地方 那一般來講 在他的機制底下 他的設定檔呢 資料庫設定檔會是放在 VAR底下的 NAMED 在這個目錄底下他可以建立兩個 檔案 兩個資料檔 那這兩個資料檔呢一個是正向解析 資料檔 一個是反向解析資料檔 會放在這個地方 好那為了避免我們 改改改錯之後回不來 所以我們先複製一個 複製一個新的檔案出來 然後我們在新的檔案上面做修改 萬一 設定檔 設定的 被我們玩壞了 我們至少 有一個備份呢可以把它 重新建起來 好了在設定檔裡面會有Option Option裡面有這些相關的設定 比如說你要用53號Pot去聽代表全部接收 然後呢 再來就是 allowed query 可以來查詢 通常我們會是 allow Andthere 那有一些Domain Name Server是區網內自己在解析用而已 他沒有跟外界有連線的 那可以把它設定在同一個網段底下的機器才可以查詢 這是可以去定義的看需求 好那再來這就是佛沃的 那在這邊的設定是你真的要跟外界的這個網域有所連線 那你這時候才需要設定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好這是我們做的範例 在這個主要設定檔裡面編輯他打開裡面有一個option的部分 那你會發現option裡面他的listen on 後的53 那這邊只有寫127.0.0.1 一個分號 這時候你就要把自己的這個主機呢 IP打上來 在這邊的範例是192.168.56.102 然後這台機器要當Domain Name Server 其實就加SERVER那一台的IP要打上來 好然後再來這邊就是Allow Query Any 那本來是這個網段的寫法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Any這樣 然後recursion yes 好那有了這個設定之外呢 底下還有一個Zone的部分就是點 Hint的那個設定 root的地方這邊不用動 Type是Hint 這兩個黃色 黃色跟綠色這兩個框框呢 是我們自己打上去的 是額外加上去的 本來就沒有是自己加的 好那假設呢 我要設定一個網段叫mslab.asia.tw 假設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建立這邊照打master 然後呢 他的這個file檔案在哪裡 在var底下的 named底下的db.mslab.asia.tw 送你他後面加分號 然後Allow update 那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單一的 這個mail server 這個DNS Server 所以我們目前不需要做update 上面呢這是正向解析在用的 那底下是反向解析 那反向解析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讓自己比較明確的去知道 這是反向解析 所以故意把它反著寫 所以從56.168.192.in 然後呢address.arpa 把它反著寫過來 所以你可以看你自己的網段在哪裡 自己寫這個 然後後面名字照打 然後呢一樣是存在哪裡 我們就把它存在var底下 named多一個檔 db.56.168.192這樣子 好那這樣子寫好之後呢 就可以存檔離開 這主要設定檔設定完成就ok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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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們 caregiver 謝謝 Disney 姿